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证悟涅槃 禅修者必须逐步地培育16种观制 第一种观制是明摄识别制 在前面如何关照明法与色法的讲座中 禅师已经解说了这种观制 第二种观制是原摄受制 也就是观照明色之音的智慧 在上次的讲座中 禅师解说如何观照过去现在未来的明色法 以及如何观照缘起 也就是解说这种智慧 培育前面这两种观制之后 你必须依照每一种法个别的特征 作用 现状与静音 再度观照所有明法 所有色法 以及原起法的每一支 借着如此观照而完成对它们的修行 这些很难以简短的方式来解释 所以 如果你想知道这些细节 最好的办法是 在实际修行的时候学习它们 现在 禅师要简要地解说其余的观制 第三种观制是思维制 这是以分主的方式绝照刑法的智慧 要培育这种观制 需要将刑法分主 分成两主 也就是明与色 或分成五主 也就是五蕴 或十二主 也就是十二处 或十八主 也就是十八戒 或者另一种十二主 也就是十二元起之 然后需要绝照每一主的无常 苦 无我 三项 以分成五主的情况为例 佛陀在《无我相经》中教导以正思维来观照五蕴 也就是 观照一切的色 受 想 行 事 为 不是我 这是无常 不是我的 这是苦 不是我自己 这是无我 在《纳布经》中 佛陀解释所谓的一切 乃是包括过去 现在 未来 内 外 出 细 列 圣 远 近 要培育这种观治 首先 你必须逐步地将定力提升到第四禅 如果你是纯观行者 已经修行四大分别观达到进行定 但是尚未达到安指定 那么 你应当提升定力 直到定力之光强盛明亮 从进行定出来之后 你的心恢复活力清新 适合观照明色法 不论是只观行者或纯观行者 这两种禅修者都必须从观照六门中 每一门的究竟色法开始 将色法归类为一组 观察它们的升起与消灭 接着以智慧认知它为无常 你必须将无常项运用于内在与外在 交替修行 一再重复 观照外在的色法时 你必须由近而远 将绝照的范围逐渐扩大 直到遍及无边的宇宙 接着 仍然将色法当作一组 观察众生因为色法的生灭 而必须不断承受的痛苦 然后以智慧认知它为苦 你必须将苦相运用于内在与外在 交替修行 一再重复 当你观照外在的色法时 必须由近而远 将绝照的范围逐渐扩大 直到遍及无边的宇宙 最后 仍然将色法当作一组 观察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字体 然后以智慧觉知它为无我 你必须将无我相运用于内在与外在 交替修行 一再重复 当你观照外在的色法时 必须由近而远 将绝照的范围逐渐扩大 直到遍及无边的宇宙 对自己能如此做到感觉满意之后 你必须以同样的方法 将这三项运用于明法 首先 观照六门的所有明法 这包括存在每一门心路过程里 每一心事刹那中的心与心锁 以及发生于心路过程之间的有分心 将明法归类为一组 观察它的升起与消灭 接着以智慧认知它为无常 你必须将无常向运用于内在与外在 交替修行 一再重复 观照外在的明法时 你必须由近而远 将绝照的范围逐渐扩大 直到遍及无边的宇宙 接着仍然将明法当作一组 观察众生因为明法的生灭 而必须不断承受的痛苦 然后以智慧认知它为苦 你必须将苦向运用于内在与外在 交替修行 一再重复 当你观照外在的明法时 必须由近而远 将绝照的范围逐渐扩大 直到遍及无边的宇宙 最后仍然将明法当作一组 观察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字体 然后以智慧认知它为无我 你必须将无我向运用于内在与外在 交替修行 一再重复 当你观照外在的明法时 必须由近而远 将绝照的范围逐渐扩大 直到遍及无边的宇宙 观察六门的明色法之后 现在你必须先将三项运用于金氏 这一期生命中的色法 从最初的结生心到最后的死亡心 然后运用于金氏这一期生命中的明法 从最初的结生心到最后的死亡心 在此 同样地 你必须足以地运用三项于这一期生命中 内在与外在所有的明色法 一次运用一项 不断重复修行 观照了金氏的明色法之后 你必须将三项运用于曾经观照的过去式 现在式与未来式当中所有的明色法 同样地 你必须足以地运用三项于过去式 现在式与未来式当中 内在与外在所有的明色法 一再重复修行 如此修行时 你将快速地培育起更高的观志 接接相续 直到证悟阿罗汉国 然而 若无法以此方式培育更高的观志 你可以借着几种练习来强化你的觉观力 第一种练习是运用四十种无常苦无我的思维法 来观察过去现在未来的内外明色法 这四十种思维法的巴黎文名称都以都作为字为 所以称它们为四十个多 无常主有十个 也就是 1. 无常2. 毁 3. 动4. 坏5. 不衡6. 变异法7. 不实8. 无有9. 死法10. 有违 苦主有25个 也就是 1. 苦2. 病3. 恶4. 窗5. 见6. 疾7. 祸8. 物位9. 难10. 灾11. 非保护所 12. 非避难所 13. 非归医处 14. 杀戮者 15. 恶之根 16. 患 17. 有肉 18. 摩尔 19. 生法 20. 老法 21. 病法 22. 丑法 23. 悲法 24. 脑法 25. 杂染法 5. 我主 有五个 也就是 1. 无我 2. 空 3. 敌 4. 无 5. 虚 运用这40个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内外明色法时 有些人的觉观力提升到证悟阿罗汉国 如果情况并非如此 你应当尝试以所谓色七法与明七法来运用三项于明色法 1. 色的第一法是运用三项于这一起生命中从头生到死亡之间的内外色法 2. 色的第二法是运用三项于这一起生命中从头生到死亡之间不同时期的内外色法 要做到这点 你应当将这一起生命当作一百年 接着将它们分成三个时期 每个时期有33年 然后借着观察第一时期的色法不去到第二时期 第二时期的色法不去到第三时期 如此来运用三项于每一个时期 你必须见到色法就在它们生起的时期里消灭 接着将这一起生命逐渐地分成更短的时期 并且运用三项于每一时期 于是 你把从头生到死亡这一百年的生命分成 十年为一期 总共十期 五年为一期 总共二十期 四年为一期 总共二十五期 三年为一期 总共三十三期 两年为一期 总共五十期 一年为一期 总共一百期 接着 四个月为一期 总共三百期 两个月为一期 总共六百期 半个月为一期 总共两千四百期 然后 将一天分成两个时期 然后分成六个时期 并且观察每一时期的色法就在同样那一时期里消灭 不会去到下一个时期 因此是无常 苦 无我 再进一步缩短每一时期的时间 运用三项于身体每一个动作进行过程的时期 也就是 从头生到死亡这一百年的时间里 每一次向前走的时期 向后退的时期 向前看 向旁看 弯曲手足 或身子手足的时期 然后 将每一步分成六个时期 也就是 举起脚跟 提起脚尖 脚向前移 脚向下落 脚接触地 脚压于地 并且运用三项于每一步当中的每一个时期 从头生到死亡这一百年当中都如此观察 3. 色的第三法是 借着观照饥饿时的色法与吃饱时的色法 来运用三项于食生色法 如此 运用三项于从头生到死亡这一百年生命中这两种时期的色法 4. 色的第四法是 借着观照热时的色法与冷时的色法 来运用三项于食节生色法 如此 运用三项于从头生到死亡这一百年生命中这两种时期的色法 5. 色的第五法是 借着观照与六门相应的色法来运用三项于夜生色法 观照每一门里的色法不去到其他门 只在自己这一门中生起与消灭 如此 运用三项于从头生到死亡这一百年生命中每一门里的色法 6. 色的第六法是 借着观察快乐时的色法与悲伤时的色法 来运用三项于心生色法 如此运用三项于从头生到死亡这一百年生命里这两种时期的色法 7. 色的第七法是运用三项于自然色法 自然色法乃是不与六根相关的色法 也就是非有情或者说无生命的色法 像铁 铜 金 银 珍珠 宝玉 罗贝 大理石 珊瑚 泥土 岩石 与植物 这类色法只存在于外界 上述就是色七法 明七法 或者说非色七法 1. 明的第一法是运用三项于分组的明法 将三项运用于修行色七法时认知三项的观禅心 例如 当你以观禅心见到色七法中所有的色法是无常之后 接着也应当见到观禅心本身先是无常 然后是苦 然后是无我 当你以观禅心见到色七法中所有色法是苦之后 接着也应当见到那些观禅心本身先是无常 然后是苦 然后是无我 最后 当你以观禅心见到色七法中所有色法是无我之后 接着也应当见到那些观禅心本身先是无常 然后是苦 然后是无我 2. 明的第二法是 成对底运用三项于明法 例如 当你见到色七法的第一法中所有色法是无常 苦 无我时 立刻照见观禅心本身先是无常 然后是苦 然后是无我 对于色的其余六种法 也应当主一底如此修行 3. 明的第二法是 明的第三法是 运用三项于相续刹那中的明法 在此法中 当你以观禅心照见色七法中任何一法的色法是无常 苦 照见第四个观禅心 第一法是 运用三项于明的第二法是运用三项于明法时特别针对去除邪见 以便去除较慢 7. 明的第七法是 运用四项于运用相组于何干禅心 运用三项于明法时特别针对断除贪爱 各有经常 avete bomb禅心 透视刑法生灭的官制 生灭随官制 刑法的生灭随官制 由两种官制构成 第一种是透视刑法的 刹那生与刹那灭 第二种是透视刑法的 因缘生与因缘灭 这两种官制 各以三种方式来照见 也就是 第一种官制 一、刹那生 二、刹那灭 三、刹那生与灭 第二种官制 一、因缘生 二、因缘灭 三、因缘生与灭 简略法 开始时是简略地 关照刑法生灭的方法 要修行此法 首先你应当主意地 关照下列诸法 刹那变化的本质 也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 内在与外在的 明色、五蕴 十二处、十八戒 四圣地 即十二因缘 你应当关照 他们的刹那生灭 并且运用三项于他们 此简略法 只照见刑法的刹那生灭 并不照见 他们的因缘生灭 详尽法 要修行详尽法 你不仅应当照见 明色的刹那生与刹那灭 也必须照见明色的因缘生 与因缘灭 同样地 刹那生灭 与因缘生灭 这两种 也必须运用于 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戒 四圣地 与十二因缘 开始修行培育 生灭随观至的详尽法时 你应当一再地 只照见刑法的刹那生起 以及它们生起的因缘 以色法为例 依照前面讲述过的 缘起第五法 来观照色法的因缘生 也就是 看向过去 在你前世临死的那一刻 照见引起今世 夜生色法的过去五种因 你将见到 一 无明生起 造成夜生色法的生起 二 爱生起 造成夜生色法的生起 三 取生起 造成夜生色法的生起 四 行生起 造成夜生色法的生起 五 夜有生起 造成夜生色法的生起 如此观照夜生色法的 因缘生之后 你应当观照夜生色法的刹那生 意思就是 只照见该色法的刹那生起 然后你必须照见心生色法 时节生色法 与时生色法的因缘生 及刹那生 六 观照心造成心生色法的生起 接着 只观照心生色法的刹那生 七 观照时节造成时节生色法的生起 接着 只观照时节生色法的刹那生 八 观照时物造成时生色法的生起 接着 只观照时生色法的刹那生 这就是 照见色法的因缘生 与刹那生的方法 然后 你必须照见明法的因缘生 与刹那生 同样的 因缘生与刹那生的观照 也必须运用于缘起第五法 所见到的各个心事刹那当中 然而 要列举照见明法的细节 必须耗费相当长的时间 因此 禅师将省略他们 而在每一个例子里 只解说色法的细节 能够观照明色的刹那生起 与因缘生起之后 接着应当一再地 照见他们的熄灭 以及他们熄灭的因缘 以色法为例 依照缘起第五法 来观照色法的因缘灭 也就是 看向未来 直到你正悟阿罗汉果的那一世 当你正悟阿罗汉果时 所有的烦恼都熄灭了 你也能照见在那一世结束之时 所有的刑法都熄灭了 这是直接照见你的伯涅盘 那时不再有新的明法或色法升起 你将见到 如此观照夜生色法的因缘灭之后 你应当观照夜生色法的刹那灭 也就是 只照见该色法的刹那熄灭 然后你必须照见新生色法 时节生色法 与时生色法的因缘灭 及刹那灭 你见到 六 观照新的熄灭 造成新生色法的熄灭 接着 只观照新生色法的刹那灭 七 观照食节的熄灭 造成食节生色法的熄灭 接着 只观照食节生色法的刹那灭 八 观照食物的熄灭 造成食生色法的熄灭 接着 只观照食生色法的刹那灭 这就是照见色法 刹那灭与因缘灭的方法 然后 你必须照见明法的刹那灭 与因缘灭 生起与熄灭的观法 能够照见明色法的刹那灭 与因缘灭之后 接着 你应当一再地照见 它们的生与灭 这需要同时照见 它们的刹那生与刹那灭 然后照见它们的因缘生 与因缘灭 以色法为例 你照见 一 无明生起造成夜生色法生起 无明熄灭造成夜生色法熄灭 无明是无常的 夜生色法是无常的 二 爱生起造成夜生色法生起 爱熄灭造成夜生色法熄灭 爱是无常的 夜生色法是无常的 三 取升起造成夜生色法升起 取熄灭造成夜生色法熄灭 取是无常的 夜生色法是无常的 四 行升起造成夜生色法升起 行熄灭造成夜生色法熄灭 行是无常的 夜生色法是无常的 五 夜有生起造成夜生色法生起 夜有熄灭造成夜生色法熄灭 夜有是无常的 夜生色法是无常的 六 心造成心生色法生起 心熄灭造成心生色法熄灭 心是无常的 心生色法是无常的 七 食节造成食节生色法升起 食节熄灭造成食节生色法熄灭 食节是无常的 食节生色法是无常的 八 食物造成食生色法生起 食物熄灭造成食生色法熄灭 食物是无常的 食生色法是无常的 这就是照见色法的刹那生与刹那灭 然后照见因缘生与因缘灭的方法 之后 你必须照见明法的刹那生与刹那灭 然后照见明法的因缘生与因缘灭 你必须能以同样的方法照见五蕴的生灭 也就是照见五蕴当中每一蕴都是刹那变化的 如此照见意味着 照见每一个心事刹那中五蕴的生与灭 这包括结生心、有分心、死亡心 生起与熄灭时存在的五蕴 结生心、有分心与死亡心称为离心路过程心 也包括六门心路过程里 每一心事刹那中存在的五蕴 这还包括照见过去世的五种因 例如 照成今世五蕴的无名 也包括照见未来世证悟阿罗汉道时 无名等的熄灭 以及最后伯涅磐石五蕴的熄灭 因此 以禅师刚才盖瓜解说的方法 你能够观照五蕴的刹那生灭 与五蕴的因缘生灭 以及运用无常、苦、无我三项与五蕴 你应当如此照见内在的五蕴、外在的五蕴 以及过去、现在、未来的五蕴 如此照见五蕴之后 你必须用缘起第一法来培育相同的绝躁 在此情况下 当你观照刑法的因缘生时 只需以顺行的次第 观照十二因缘的每一只